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月讲月长 包饿豪鹰 8分钟让全球BBQ了 真的是玩了BBQ了 但是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还是今天跟大家解读一下 到底我们FED联准会的政策 应该如何解读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首先还提醒大家记得右下角QR code扫起来 然后加入之后记得要跟我贴图 跟留言互动 你可以想先收到通知 这种盘中的盘中的讯息 你就会比较快收到 首先早上FED主席鲍尔放音 但是其实我括号 虽然市场原本预期 其实就是九月升三麻 其实没有变 他没有说我要升四麻 对不对 但是市场还是大跌 我们还是尊重市场机制 但是在这波拉回 我们可以看到 道琼、SMP、纳斯达克 仍然是守在季线之上 而且怎么样 季线还是向上 季线也维持上扬 人处于多头格局 所以涨多拉回 目前我认为还是这个角度 但是废半 人在多空交战 以居住民来看 涨多拉回之后 能否守住季线 我觉得是近期的观察重点 废半在季线上下挣扎 那当然季线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OK 然后美国八月份的CPI 是9月13号公布 然后FOMC 利率会议是在9月22号 所以预期这段时间内 都会相对震荡 OK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很凑巧 刚好是什么 中秋变盘 9月13号 前一个礼拜是中秋节 所以刚好遇到什么中秋变盘 所以中秋节前跌下来 最近那个新闻上 也有人在讲 说什么投信在预估 说中秋节拉回之后 中秋节之前拉回 然后节后上涨的几率就比较高 所以现在刚好趁机拉回 是不是这样 我们持续看下去 来OK 然后再来个股族群部分 今天早上冒连 开盘就相对抗跌 开盘就开涨2%多 最后收涨多少 9.15% 不过当然 车用族群开低之后 也向上拉抬 但是后来我觉得 个股收链跌幅而已 并没有一些强势的进攻 然后电力相关的个股 中兴电 雅力 这些也是翻红 早盘的时候 但是收盘 中兴电收一个小涨0.31% 其他个股还是收一个小跌 但是是收红K 意思都是 从低点都往上拉的 但是没有拉到红盘以上 IC设计族群 虽然开低 但也有向上走高的态势 其中 那个IP股 特别是四星 涨了 四星KY 涨了5.43% 然后金星科 力旺都是收涨 都还不错 另外资源跟创意 这些的族群 全部都是收红K 虽然有收涨有收跌的 但都收红K 都还可以 算是低档都有承接的买盘 那当然生技还是相对的强势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还是提醒 投资组合里面 我还是建议要有生技的族群 其实因为震荡盘是有时候 重压一个个股类股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还是需要做一些分散 那当然最近 那个只要大盘一休息 电子一休息 生技就冲出来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 最近就是这样 但是航运族群 我一直提醒大家 航运族群尽量要 那个之前压力不过 就要卖出 要站在卖方 所以今天航运趁大盘下跌 我就跟着大跌 所以还是要持续注意 不过当然你说已经跌了一段了 你说那个之前 如果听话早点卖的话 那我当然觉得是比较好 那接下来跌到这里 就注意一下后面下面的支撑 会落在哪边 OK 周末有同学问到 今天会不会大跌 就礼拜一会不会大跌 我觉得美股大跌台湖 跟着修正是必然 但是重点是什么 怎么跌 对不对 跌了之后 又有哪些状况值得注意 这才是操作上重要的事情 那这段时间 在影片中持续提到 涨多拉回比较健康 所以这一次 今天就刚好拉回 一个比较大幅的拉回 虽然被美股拖累 跌破万五 因为我们说万五 我觉得是重要的支撑 所以万五还是维持强势 然后 但是今天跌破了 OK 但是我觉得一到两日 若能站回 人不破坏 拉回震荡 偏多思考的格局 OK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 不必过度恐慌 定下策略 确实执行 我觉得还是这样子 就好了 OK 今天帮大家解读一下 就我们的看法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就在这个Bauer Jackson Holt 演说全文 货币政策跟物价稳定 然后这个经济日报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 把全文拿出来看 当然我是挑重点 跟大家做分享 来首先 第一个 它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通膨 它的通膨目标 是要恢复到2% 目前当然还很高 所以回到2% 还有一段路 但是理论上 我们必须讲 因为通货膨胀是年增率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是2021年的下半年 整个通膨开始拉高 但拉高上来之后 维持一个高档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从现在往回看 那个基期其实是高的 所以整个通膨 我觉得要持续维持一个非常大幅的成长 这个逻辑不太通 应该是物价来到高档 开始做一些震荡 所以整个通膨应该会慢慢走缓 这是一个普通 我们讲基期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但是 整个通膨压力 我觉得当然还是很重 特别是对联准会而言 所以我们看 它特别提到 劳动 劳动市场是持续强劲 但是他说如果没有物价稳定 我们将无法维持 劳动市场持续强劲的状况 这个部分 那代表什么 就代表 其实现在劳动市场还是很好 但是 它在物价 在通膨跟就业率 这边它要做一个取舍 这待会再跟大家解释 当然降低通膨 可能需要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 经济成长低于趋势的水准 所以它必须要牺牲什么 牺牲经济成长 牺牲就业 来压抑通膨 现在的政策逻辑大概是这样 当然美国2021年从疫情中解封 造就空前的高成长 所以当然现在成长 很显然是正在放缓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 极其低 然后当然就会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完 维持正常 就会放缓 这个成长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但是 把我说他认为 我们的经济正持续展现强有力的潜在动能 所以 其实你说林主任会有看坏大环境吗 我觉得没有 他这里讲的明白 他觉得经济还是有潜在动能 而且现在就业 失业率的状况非常好 对不对 劳动市场尤其强劲但明显失衡 所以劳工需求大幅超越可用劳工的供给量 我们讲以前 我们大概一般美国的失业率 我们大概抓5% 现在是3.5% 所以疫情前就是3.5% 那现在7月的失业率也是来到3.5% 所以已经跟疫情前的低点 来到一个同样的位置 然后从上面这个 这个蓝色的这个bar 这个是什么 非农就业新增的人口 所以你看每个月其实都还在增长 每个月都还在增长 所以代表其实美国的就业市场 其实是非常好的 真的是缺人 需求是大于攻击 大于劳动攻击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美国经济强劲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 不需要过度恐慌才对 当然有些人会提到说 GDP 他们说什么 连续两季经济负成长 符合技术衰退的定义 但实质GDP 其实我们回头看 红色这叫年增率 这个蓝色的 蓝色的这个bar就是激增 所以你看近两季 蓝色的向下 这没有问题 是属于一个衰退的状况 但是我们的经验成长率 我们还是用年增率的概念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所以我们Q1 Q1的年增率是3.5% 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合理水准 但是第二季来到了1.7% 确实是有下降 确实是有下降 但是你看一根过去来比较 前面这一段 其实等于是大幅的成长 然后这一段的下来 这一段的向下 其实也还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水准 所以你说真的不好吗 坦白讲我觉得有点过度 就过度解读这个的意义 所以整个年增率的状况 我个人还是觉得 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水准 但是搭配失业率 看起来美国经济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困难 确实是这样 OK 不过当然整个政策逻辑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政策逻辑 其实就是菲利普曲线的概念 菲利普圈 他认为什么 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 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叫tread off 就是一个取舍的概念 就是当你的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 代表什么 失业率低 但是你要压抑通膨 所以通膨低的时候 代表什么 失业率要高 就是这个概念 各位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失业率 美国失业率处在低档 所以通膨高 所以联准会的主席 他们的想法 官员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 其实我应该要压抑通膨 所以我可以牺牲什么 我可以牺牲就业 我可以让失业率上升 我觉得他们现在 我觉得讲的很明确的点 就是这一点 其实这个概念 就是菲利普曲线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我宁可 我要压抑通膨 所以我宁可 就是这个牺牲经济 牺牲就业 让整个失业率拉高 没有关系 只要能压抑通膨 所以为什么市场会这样反应 我觉得有部分 是因为这个的概念 这个的思考 说会不会是说 他还是要压抑经济 不过当然 我说美国的失业率 正常水平大概在5% 那现在是3.5 对不对 中间其实还有1.5% 是可以牺牲的 我们客观讲 如果在政策上面 先不要讲说 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 我们讲客观上面 就政策的思考 失业率其实是有空间 让它上升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 大概要知道一下 再来7月 7月会议的升息幅度 是多次会议中 第二度升息3 所以7月是一个 比较大幅的升息 升息3 这应该大家都记得 但是 他当时 他曾经说过 其实9月再一次 异常大幅升息 可能是适当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讲话就已经讲说 我9月要升3码了 所以概念上就是 这是符合预期 所以现在没有变阴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状况 其实他没有说更阴 我9月要升4码 我没有这样讲 就是7月的时候 已经讲9月应该升3码 是比较适当的 那到现在这个 Jackson Ho的会议 他也是说 预期我9月还是会升3码 所以并没有变阴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是市场 我觉得有点过度反应 我觉得市场是有点过度反应 OK 然后当然 重点是什么 决策委员 6月提出来 大部分委员 预计 在2023年底的时候 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 大概略低于4% 所以大家记得4%这个数字 那当然9月的时候 会更新预估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要持续关注 这个基金利率 是代表什么 就是这一个 联邦基金利率 来这一段的升息 我们从哪里 0.08 开始升1码 到0.33 再升2码 到0.82 然后再升3码 然后7月再升3码 所以已经两次都升3码 对不对 那你说9月再升3码 那会到多少 3.07 所以预计到2023年底前 要再升3码的话 会到3.82 如果再升4码 就会到4.07 所以就刚刚讲的 政策的目标是 联邦基金利率 会达到4%左右的水平 大概是低于4% 所以可能就是再升3码 或再升4码 大概是这样 以目前整个FED 联总会的政策走向 2023年前 如果9月升完之后 2023年前应该再升3码到4码的几率 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预期 OK 那升到这样很高吗 升到这样很高吗 这是接下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个历史的状况 来我们2016到2019 这一波的升息升了9码 从0.14 从0.14一路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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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升到2.93升了9码 那现在已经来到附近了 2.32了 2.32其实已经快要超过这2.39了 所以9月升息完就突破它了 所以你跟这一段 这一段升息循环比 好像这一波升很多 但是你看历史图拉出来 过去的这一段 2004年的6月到2007年的9月 是从1.06升到5.51 5.51 那目前政策预期是4% 4%在这里 4%在这里 所以你看过去这一段的升息幅度 其实是比这一次预期更大的 2004年到2007年的这一段 升息其实更大的 但是大家 这么久远的可能大家也不太记得 帮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这一段时间到底股市是走多还是走空 这个是稻穷指数 我们仰抓2004年的6月 6月4号 这周线的开始 到2007年的9月 9月28号 你看这一段时间稻穷 在这里震震震 一路拉 一路多头 一路多头 高低点 涨了多少 44.65% 当然这是盖抓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 大概45%左右 稻穷是一路 从2004年开始升息 是一路涨 那当然前面这一段 小小的震荡 震荡完之后 是不是就一路震荡向上 一路震荡向上 这是过去这一段的状况 我们再看S&P500 可能比较有代表性 不过当然这是用EDF 因为报价系统的关系 来我们在2004年的6月 一样 开始升息之后 有一波拉回 有一波拉回 但是这一小波拉回之后 怎么样 还是一路走高 一路走高 一路走高 最后涨幅到高点的位置 大概涨了46%多 46%多 所以也是一个大多头 也是一个大多头的状况 连续三年 涨了四成 四成多 将近五成的水准 所以真的很恐怖吗 我觉得还好 然后在纳斯达克 一样升息 开始升息之后 有做一波拉回 有做一波拉回 然后呢 从低档 开始一路走高 涨了多少 涨了55% 涨了55% 所以纳斯达克 在这段时间 其实也是大涨 完全是一个大多头的格局 那当然我们回到肺半 肺半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跟台股比较靠近 但是2004年的状况 跟现在的状况 大家想半导体 在产业中的重要性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一样 我还是看一下 这一段行情 2004年到06年 来肺半 一样升息完 开始升息之后 做一波大的修正 大的修正 大的修正 然后呢 一路震荡向上 但是我们发觉 肺半的震荡幅度非常大 这一段涨了将近六成 涨了将近六成 涨了六成之后又修正 快要回到原点 还没回到 也是一个做一个大幅的修正 然后再来呢 又再一段大涨 又再一段大涨 所以你看 结束完整个升息之后 开始修正 结束完升息之后 反而开始修正 都是一样 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升息到底是多还空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 升息如果经济状况不好 政府不会去升息 他会QE 他会尽量发钱出来 让市场经济活络 所以重点是在整个 就业非常好的状况 经济非常好的状况 政府才会启动升息 这样的一个政策走向 这个大家必须要清楚 OK 所以最后 这一段 我们看民众对于未来通膨的预期 随着十映眼睛 会奠定通膨路径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通膨越上升 人们就会预期通膨会居高不下 人们预期通膨居高不下的状况 就会去调整你的薪资 跟你的定价决策 这个部分很重要 所以联准会他一定会怎么样 他一定会告诉 他一定绝对不会松口 说我现在开始要放缓 他一定会绝对咬住说 我要打通膨 我要打通膨 所以要逼得企业 逼得民众 不要有太高的预期 那这样才会有效压抑 因为经济学里面有讲 我们叫自我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觉得通膨会5% 那可能就5% 就会到 自然而然就会到那个位置 就自我实现的一个预期的概念 所以政策上面 他是一定无法松口 所以一定对于全球 对于民众而言 他因为宣誓说 我就是要使命的打击通膨 我绝不放松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还是要看他实际执行的状况 对 我们刚讲 如果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就是4% 其实再深的幅度很有限 对 所以如果还是维持这个4%的利率目标不变 其实是没有更阴的 其实是没有更阴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数字 OK 当然我还是回头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技术面 因为今天讲太多 政策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技术面的角度 我们加权指数 过去我说守住月线 但是当然 上礼拜我说改成万五 我觉得比较安全 OK 但是万五今天也跌破 所以如果我们向下抓的话 不过当然如果明后天站回万五 就没有问题 还是维持一个万五假跌破的一个状态 维持偏多思考 但是如果再退一步要怎么走 我们就可以抓这个箱形的位阶 这个箱形就是前面这个W的景线的位置 OK 拉过来也是这一波 回调修正的位置 OK 所以这个位置在哪 14552 14500点左右 到上面箱形的上缘大概是万五 所以 如果万五能守住 守在箱形之上整理 那就是很强 还是维持一个强势 我们站回月线当然就更强 而且月线跟季线 现在已经黄金交叉了 但是OK 月线有点下弯 所以能不能再站回去 我觉得是接下来震荡的时候 关注的重点 OK 那如果回到这个低点 回到一个箱形的位置 那可能就还是要维持一个震荡 就会有点转弱的格局 但OK 如果这个箱形再破了 那就后面再来看 破了当然就更不妙 对不对 那可能就有其他更大的问题会出现 OK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持续关注 从技术面来思考 我们就注意这个箱形的位置 1452到万五 这个关卡 往上就看月线 OK 跟季线的位置 然后再来台积电 今天还是守住季线 今天收盘 这是盘中的图 今天收盘收498.5 现在季线的位置 497.78 所以还差到一个tick左右 一到两个tick 所以今天是勉强守住季线 那当然跌破500 守住季线 我觉得OK 如果明天可以站回500 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 拉回有手的一个局面 所以台积电守住季线 我觉得还是人维持一个什么 多头的企图 所以接下来7个交易日之后 扣底 就扣下来 这一段是扣底的位置 这样一段7天左右 会扣下来扣到500元附近 那大盘我们讲是2到3周 扣底下来是要扣2到3周 所以台积电是7个交易日 所以台积电提早 所以台积电我觉得会 会是接下来行情的先行指标 我们都要持续关注台积电的动态 那当然他拳王的角色也很重要 不过这一波 我觉得会由台积电来做领长 所以台积电能不能先领先止跌 在季线这边守住 会关系到整个台股后续的发展 这特别提醒大家 那最后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升息的角度 理论上我们叫做短空长多 刚给大家看过去04到07 04到07 那一段升息循环的状况 大家很明显知道 先修正完就是一路走多 因为都是经济是向上的状况 OK 不过当然这一次 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风险 因为这一次的升息循环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好 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好 因为经济面的好 我们讲需求面的好 大家充分就业 大家都有钱 大家花钱 去造成这个经济的热络 这种叫做需求面的通膨 这种通膨 用利率政策 会有一个有效的压抑 但是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是 供给面的通膨压力 所以包含战争 造成的什么粮食 能源 甚至中美竞争 造成的一些通膨的压力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做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不过经济分析就是这样 我们先把一个事情简化 科学方法 对不对 我们把一个事情简化 影响因素先简化 然后再比较 一阵一副的力量 到底谁比较大 那这部分 我们还可以搭配整个 回到股价的技术分析 从这样的角度 我们来判断 我觉得就会比较客观 也比较能够完成 我们实际上操作 可以做操作决策 所以经济面的因素 其实包含各种 所以我们一定会随着局势 来变化调整策略 所以但是 我觉得目前 还是维持一个偏多的思考 是不变的 所以当然中间 我们接下来 还是会持续帮大家关注 整个世界局势 整个政策 持续的状况 那就邀请大家 持续收看展哥讲库的节目 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这段时间 我觉得当然拉回 如果有守住一些 技术面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也不必过度担心 真的跌破 其实就做一些 持股的调整就好了 如果守住 也是要记得 持续 勇敢的进场 因为趁拉回 其实反而是一个进场 买进的一个机会 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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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